我說實在的 如果只差兩分鐘呢 我是年輕人就買頂隙站就好了 剛好其實這兩站不只差兩分鐘 大概差四分鐘左右 四分鐘我也可以接受了 對對對 經驗大禮包喔 他說捷運 我從捷運的角度來看房價的話 他發現有一站呢 只隔一站 價差八成 只隔一站 價差八成 到底是哪一站呢 我們請次捷來公布答案 好 這一次我們調查裡面看到 在中和新爐縣 他在古亭站 古亭是台北市嘛 中正區 然後跟新北市的永和的頂溪站 這隔了一站喔 跨一個橋 通常捷運一站就是兩分鐘 我有算過 除非少數少數的站比較遠 不然平均大概一站就是兩分鐘 兩分鐘 觀眾朋友 兩分鐘你知道房價差多少嗎 來 我們來看 大樓的平均房價 古亭區的中正是103.5 那頂溪是58.1 這個差了快八成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價差 哇 差的有夠多耶 那我就去住頂溪就好啦 差一站而已啊 對 如果從單價角度來看 確實多了這一站 那你可以再換來 你一樣預算可以換來更多的 更大的居住空間 價差八成耶 對 觀眾朋友這份資料很有意思吧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 叫什麼 逐捷運而居 現在大家買房子 就說你在哪一條線上 你有沒有捷運 這很重要 或者在哪一站 所以逐捷運而居的人呢 請注意 注意 古亭站跟頂溪站 價差差八成 但是它的區域屬性 其實也有點不太一樣 當然不一樣啦 捷運 對 不一樣 第一個是他古亭 他其實近幾年推了很多新屋 所以他的這個房價 相對是比較高 然後房子也比較新 古亭站附近有那個施大對不對 對 有施大 生活機能很棒嘛 而且它也是兩條捷運的腳叉 古亭站本身是雙捷運 它除了 它是局線的那個松山新電線 它還有松山新電線 對 那頂溪那地方是因為它新層屋少 因為那是發展很早的區域 所以它中古屋比較多 所以它如果來永和 當然可能買到了房屋的屋領 會比較舊 這次永和 其實頂溪站也很熱鬧耶 生活機能非常好 生活機能也非常好 吃東西什麼也很方便 我說實在的 如果只差兩分鐘 我是年輕人就買頂溪站就好了 剛好其實這兩站不只差兩分鐘 大概差四分鐘左右 四分鐘我也可以接受了 對 四分鐘也可以啦 這站比較遠 比較遠 好 所以沿捷運而居的觀眾朋友 這份表非常重要 它還告訴我們什麼事呢 好 還有一站你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在板南縣 板南縣的江紫翠站和龍山寺站 江紫翠站在哪裡 在新北板橋區 龍山寺站在台北 台北要萬華區 結果江紫翠站 房價平均呢 高過龍山寺站 這也是蠻特別的 因為普遍來講台北市 你講那個門牌是台北市 怎麼樣都會比 新北市的房價高嗎 但沒有想到 江紫翠站和龍山寺站呢 他們也是差一站對不對 對 差一站 結果江紫翠站比較貴 為什麼 第一個江紫翠 他最近幾年 因為他還有江紫翠北 重化區那邊的一個 預售案的推動 他也帶動區域房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其實是 板南縣從台北進到新北的 離台北市最近的一站 對 那其實他那邊也有一些指標個案 其實在市場上的反應 也都非常好 其實應該是說消費者 對這一區 因為他發展也早 江紫翠也是很成熟的商圈 加上也有些新案推動 那消費者反應好 再加上最近這幾年 剛剛講江紫翠北的預售 也是以這個捷運站 當作當最主要的一個訴求店 那也推升了這一區 平均房價的一個拉伸 那龍山寺站雖然是在台北市 但是他萬華 但是因為他就是很舊的老房子 對 所以他單價會 唯一啦 唯一這次調查 唯一在捷運站上比台北便宜 不是 比台北貴 比台北貴的站就是江紫翠站 對 好 所以這張表格呢 如果你是要沿捷運而居的話 這張表格呢 永慶房屋做的這份資料 我覺得蠻棒的 那在中和新爐縣呢 古廷頂溪差一站 房價差八成 那麼在中和新爐縣呢 在大橋頭站和台北橋站呢 同樣也是只差一站 一個在大同區 一個在三重區 那房價也差不少 在台北橋站呢 三重區平均房價大概是 大樓的平均房價是50億萬左右 但是大橋頭站在大同區的這一站呢 就要到70萬 所以差了有20萬左右 差了三重六 這個也是差很大的 那另外一條線是淡水新一線 如果我們比較關渡站和逐圍站 那個房價差距沒有那麼大 那板南線呢 江紫翠站和龍山四站 我們剛剛講過了 是比較特別的是 唯一少數新北的房價 超越台北的房價 好 另外一條線叫做松山新店線 景美站和大平林站 那房價也差不多了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